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平安 大家好 我是水南堂的教友李宇文 首先真的要非常感谢我们教区的大家长 书主教 在我们上一次骑士团 骑士爵士们的聚会里边 送给我们这一份 有一份很宝贵的礼物 就是五只手指头的福音 这本书可以说是德勒沙姆姆 他灵修的宝典 在这本书里边有很多我们耳熟能详 修女平常所说有关灵修跟信仰方面的一些金句 因此我在想 这大概也是我们书主教 对我们每一位骑士爵士们的很深的一种期许 希望我们能够好好的学习修女的榜样 诗法修女的言行 作为我们在灵修生活上面的这些指引 那我想接下来我就简单分享几个思想 在这本书里边简单分享几个比较重要的思想 第一个 德勒沙姆姆引导我们可以从四个面向 去做灵修跟信仰生活的反省 四个面向 这个祈祷 工作 喜乐跟痛苦 四个面向 我记得我们小的时候 在圣堂里边 这个每个主日天 中联会开会之后 我们都会念 那个耶稣圣心诵 耶稣圣心 我靠了玛利亚真结无垫的心 将我们今天的 祈祷 工作 喜乐跟痛苦 都献给你 为补俗我们的罪过 为成就你在祭台上 时刻奉献的意志 另外为本人的教宗 托我们带导的总义项和传教义项 祈祷 工作 喜乐 痛苦 四个面向 在耶稣圣心诵里面所提 刚刚好跟修女所提的 完全吻合 那我就简单做一下 从这四个面向 第一个是工作 修女是从工作这里开始 我们工作全部是为了 耶稣基督 这是修女的话 我们应该下决心 怀着大爱做小事 以超凡的爱做平凡的事 怀着大爱做小事 以超凡的爱去做平凡的事情 换句话讲 透过我们日常生活里边的一些工作 在我们的工作 日常生活的工作里边 一个眼神 一句轻声细语 其实都在告诉我们天主的旨意 从兄弟姐妹们的一些眼神 你在路边看到一些乞丐 他们的眼神 到贫民窟里边 他们对我们的那种眼神 其实都是在告诉我们天主的旨意 接下来我们应该怎么样做 怎么样对他们提供更好 更实际的服务 那修女也跟我们教导 你不能做我能做的 我也做不来你能做的 但是大家一起来 就能够为天主做非常美丽的事情 大家一起来 那个人有个人的这个讨论通 个人有个人的才能 个人有个人的天赋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专长 可是没有关系 大家都奉献 贡献自己的这种才能 那大家一起来 大家一起做 我们就可以成就非常美丽的事情 那不要物以 一般我们是这样讲 物以善小而不为 这个计时 就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微笑 我们也可以做 我们可以做 这是第一个面向 从工作 日常生活 日常生活的工作里边 去用实际的服务的行动 去服务我们的兄弟姐妹 再来 第二个是 祈祷 工作 祈祷 祈祷 是服务的泉源 那这个 祈祷者的灵魂是 修女用这四个字 深度静默的灵魂 深度静默 那最近我想我们郊区里边 秀华老师也带我们的那种 静心静岛的课 也是教导我们怎么样 深度静默 在静默里边 我们在静默的祈祷当中 接受的越多 越能够在生活当中 主动的付出 所以因为我们 我们在祈祷的时候 不是一个人自己 唠唠叨叨叨叨叨叨一直讲 其实你讲完了以后 你要静下心来听 看天主怎么样回应 天主给我们怎么样的启示 那这个是双向 这种祈祷 其实跟天主之间 这种祈祷是双向的 那静默可以使得我们用 崭新的誓言 崭新的视野 去看每一个事物 因此在 因为在静默的时候 我们可以得到 天主给我们 很宝贵的一些启示 那天主透过各种人事物 在告诉我们什么 然后可以教导我们 我们可以用崭新的视野 用新的眼光 去看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事物 那祈祷其实不需要很冗长 不需要唠唠叨叨 不需要 简短满怀爱心就可以 这个是第二个部分 祈祷 那第三个部分 是喜乐 自然流落 心里面藏不住 那在这个部分 兄弟也跟我们提 祈祷它是喜乐 它是力量 它是爱 它是一张 它用爱之网 它是个网子 爱之网 爱的网子 能够网罗人的灵魂 所以你看喜乐很重要 喜乐很重要 平安 喜乐 那原则上我们是从微笑开始 给别人一个很自然很会心的一个微笑 喜 行 如舍 把它彰显出来 这个是喜乐 第三个面向 第四个面向是痛苦 痛过痛苦 我觉得这个意义就很深 痛过痛苦 疼痛 哀伤 痛苦 这些都是耶稣 主耶稣基督的亲吻 是耶稣亲吻你的一个记号 它是一个记号 一个象征 当我们在接受这些痛苦 这些哀伤的时候 就如同是一个恩事 它是个礼物 一份礼物 我们在接受这份礼物的时候 我们把它 我们完全是为了 为了主耶稣基督 所以他用这一句话 All for Jesus 全部都是为了主基督 第二个概念 透过主基督的生命 也证明 痛苦是一份礼物 是最大的爱的这个礼物 其实主耶稣 其实已经走了第一步 透过痛苦死亡 完了以后走向复活 走向复活 德莎姆姆在 他写给他的同工 修会的这些修女们的时候 我觉得 他写的这句话 也非常值得我们深思 写给生病的那些同工修女们 他们就是受苦的这些人 是仁爱传教修女会的发电厂 是宝库 他用发电厂跟宝库 那换句话讲 他们受的苦是有意义跟有代价的 这是这本书里边 我想愿意跟大家分享的第一个思想 可以透过我们的祈祷工作 喜乐跟痛苦 来让我们的怎么样 把我们的这种爱 付诸实际的行动 透过这几个面向 把它呈现出来 爱人 从这几个面向 把它实际表现出来 这是第一个思想 再来第二个思想 爱主爱人 应该有具体的呈现方式 换句话说 他的概念也就是在讲 爱在行动中 五支手指头的福音 这个书名 就已经把这个主要的思想 完全表现出来 五支手指头 五支手指头就是要叫你去做 去服务 那跟谁服务 服务的对象是谁 兄弟特别点出来 病人跟穷人 当我们触摸病人 或者是跟穷人的时候 也就是我们触摸到 主基督受苦的身体 当我们触摸到 碰触到这些病人跟穷人的时候 就是碰到主耶稣受苦的身体 那这个意义就很大 很深 他生病 他痛苦 他有状况 但我们不把他当成是 是一个 就是这个没有人理睬 我们把他当成是主基督 我们去碰触他 去接触他 这是第一个思想 那修女在他的书里边 常常点这个思想 他所服务的穷人 他特别提是穷人里面最穷的 Poorest Poor Poorest of the poor 在所有的穷人里面最穷的 我们就是为那些最穷的弟兄们 兄弟姐妹们服务 他讲了一句话 我很感动 他说 如果月球上有穷人 我们也会去 我们也会去月球 我觉得 这个思想真的是很特殊 哪边有需要 他就去 去哪里 为那些最需要的这些 兄弟姐妹们服务 那爱 爱这些人 要爱到 他提 要爱到受伤 什么叫做爱到受伤 那个是爱到极致 到最高点 爱到爱的极致 极致的表现 爱的表现 这个是 第二个思想 再来 第三个思想 在这本书里边 特别点出了十字架的奥秘 十字架 那十字架是我们信仰的核心象征 再没有比这个更大的爱情 十字架 所以十字架不是一个 不只是 一个装饰 一个装饰而已 你看现在很多年轻人 戴个项链 上面挂个十字架 它就是好看 事实上不然 十字架是一个象征 有很深的意义 在它的背后 当我们定睛 注视十字架的时候 我们会看见 主耶稣在亲吻我 帮助我们再一次的去爱上基督 所以十字架有很深很深的 为我们基督徒来说 有很深很深的意义在 那德勒 德勒姆 透过十字架 教导 修女们 她说 三个思想 穿上十字架的贫穷 做一个自由的修女 穿上十字架的服从 做一个服从的修女 穿上十字架的人爱 做一个满怀爱心的修女 你看 穿上十字架 穿上十字架的贫穷 穿上十字架的服从 穿上十字架的人爱 这个真的 我觉得修女 在表达这种思想的时候 可以给我们很深的一种启发 很深的启发 十字架对我们基督徒来说 有非常非常深奥的意义在背后 这是第三个思想 再来第四个思想 透过团体 透过团体来帮助个人成圣 这个是集体灵修 集体成圣的概念 透过团体 经由团体的分享 团体的祈祷 一起受苦 一起工作 就会有一股强大的力量 再酝酿 透过团体 你看我们唐区里边 每一个唐区 教区里边也有 传协会 基督活力 圣母军 祈祷宗会 中学生联谊会 等等 这个都是团体 透过团体 那 这个各个修会 各个男修会 女修会 等等 那我们歧视团 歧视节育室 我们歧视团也是个团体 透过团体 那大伙 大伙一起 我们做好事情 我们大伙一起来 我们金灵堂 大伙一起 集体灵修 集体成圣 不是你自己一个人好就好 基本上不是这样子 大家都好 大家一起来 大家一起来 这是透过团体 所以团体也 透过团体 团体有团体的特殊的意义在 这是第四个思想 透过团体 再来 第五个思想 是经由玛利亚 经过玛利亚 经由玛利亚 走向主耶稣基督 归属基督 不是指停格在 玛利亚身上 这个一般 有的时候我们跟 有些基督教朋友聊天的时候 说我们是在拜玛利亚 不是 经由玛利亚 我们走向基督 那玛利亚 这个教会里面 给我们很多很多的教导 玛利亚是耶稣的母亲 是天主之母 她是我们的母亲 是教会的母亲 她是天人之间的宗宝 如果我们有任何的需求 我们都会求 祈求玛利亚 祈求玛利亚帮我们代祷 在天主面前 为我们转求 天人之间的宗宝 天人之间的宗宝 所以我们真的 有任何像这个月 五月圣母月 真的好好孝敬玛利亚 跟玛利亚学习 她为我们转导 她为我们讲话 非常非常powerful 非常非常有力的 为我们代祷 为我们转求 那我们祈求圣母 能够赐给我们一颗 跟她一样美丽 纯洁 无垫的这个心 一颗消逝 玛利亚的心 充满了爱 谦逊 跟服从的心 所以 这个玛利亚 扮演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 也是我们 作为基督徒的 学习的 真的很好 很好的一个榜样 那 最后一个思想 就一切都是走向 经过玛利亚 走向基督 走向基督 归属基督 这是 我觉得在这本书里边 给我们 非常漂亮 而且非常重要的一个思想 我们的圣招 其实这里的圣招 比较是广义的 要坚定的归属基督 没有任何一件事情 任何一个人 可以使我们跟 主耶稣基督的爱隔绝 没有 走向基督 一切走向基督 在这本书里边 他也特别提 存在 全是为了主耶稣 to be only for all for Jesus 存在 都是为了主耶稣 基督 那 在这本书 第十五页 他特别特别点出来 为我们来说 主耶稣是谁 是谁 你看 他在这里边 点了几个非常非常漂亮的思想 我想这个有些 我们耳熟能详 耶稣是 道路 真理 生命 这个我们在圣经里面 我们耳熟能详 常看到 主耶稣是 爱 是喜乐 是喜乐 是和平 那主耶稣 在哪里 展现出来 主耶稣是那些 赤身露体的那些人 这个就是刚刚前面提的 那些穷人 那些最贫苦的那些人 是那些赤身露体的人 他们需要医物 去遮蔽 我们看到真的有需要的人 我们去帮助他 主耶稣是那些无家可归的人 无家可归的人 他们需要被收留 是那些被遗弃的人 他们等着被需要 是那些麻风病人 他们伤口需要被医治 是那些乞丐 在路边的那些没有管的乞丐 他们需要我们给他一个赞美 一个微笑 是那些罪悍 这些人就躺在路边的 他们需要 他们需要聆听 被聆听 所以在我们的生活里边 这一切 最需要爱 最需要关怀 那些人的身上 刚刚所提的那些赤身露体 无家可归 被遗弃的 还有那些麻风病人 乞丐罪悍 这些人都是我们关怀的对象 在他们的身上 呈现 呈现主耶稣基督的面貌 这个是 第六个事项 我觉得很宝贵 这个一切都 走向基督 归属基督 所以我想 这本书 真的给我们 非常非常宝贵的 我觉得 为我们 歧视爵士们 我们歧视爵士 也是 也是要 在我们自己的 堂区 各个工作的领域里边 这个工作 服务 服务我们周遭的兄弟姐妹 那我觉得这本书 是修女 德勒沙姆姆灵修 生活的精华跟宝典 自治朱姬 在他这本书里边 给我们 很好的一些指引 非常值得我们 精读 熟读 一读再读 那可以给我们 很多的宝贵的 这种信仰生活的启发 所以我特别特别 就跟大家做 这样子简单的分享 这本书 导读这本书 简单的导读 五只手指头的福音 希望给我们 能够在信仰生活上 一些启示 一些启发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